家中的一切都升级得妥妥荡荡 无论是武器还是人 如今的庇护所固若金汤 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 足以抵御一个不动用爱之死神的大区 养殖场中 在周可尔的悉心照料下 终于有五彩斑斓的帝无公开始孵化 青蛙也难得地穿上了白大褂 开始仔细地进行虫子养殖 这份工作他非常喜爱 本身他就是一名虫子爱好者 最关键的是 这些虫子他还可以吃 这多是一件美事啊 平素只能够在陆江地下的淤泥里打滚的他 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 而且擅长做的事情 因此格外的用心 陆陆续续的 第一批原矿石也从圣经那边运送了过来 张义通过一空间 将约定好的7%给到暴雪 给到邓氏科技 剩下的则是带回来 用于喂养地无公以及提炼原物质 终于 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他决定要前往雪域高原了 这期间 帕吉格桑给他打过十几通视频电话 言辞恳切地请求他 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够带上自己的心腹 从雪域高原逃亡 向其他大区寻求庇护 根据帕吉格桑的说法 随着传招法会的临近 亚舍朗台家族开始加紧对其他三大家族的逼迫 亚舍朗台家族的组长 掌握着雪域高原政教最高权力的桑家四尺八 亚舍朗台德吉 几乎直白地告诉他们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要么选择臣服于亚舍朗台家族 交出自己手中所有的地盘和私兵 要么就等待着被亚舍朗台家族消灭 藏主出身于亚舍朗台家族 虽然其性情纯良 不会滥杀无辜 但是有他在 任何人都不敢对亚舍朗台家族出手 其他家族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甚至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他们的家族就会从雪域高原出名 四大家族与其他势力不同 他们在雪域高原存在的历史太过久远 在民间与政教两界的影响力巨大 所以亚舍朗台家族 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存在 一旦开战 必定会将他们全部抹除 避免他们死灰重燃 因此 帕吉格桑与张义之间的通话 每次的态度都变得更加焦急 甚至有些卑微的恳求 张义趁机从他手里 又索取了两份 格萨尔王传正本的影像资料 他越看越是心经 因为其中所描述的内容 简直骇人听闻 里面所揭露的一些古时代的故事 太过离奇与匪夷所思 不过现在看起来 那并非是神话 反倒像是被人刻意隐瞒的历史真相 差不多该过去了 张义找到了杨欣欣 遇到重要的事情时 他往往喜欢与杨欣欣一起来做决定 一个人的想法会有局限性 但是两个人的视野盲区就会小非常多 张义对杨欣欣说道 帕吉家的手里掌握着古代历史的秘密 如果能够得到完整版的格萨尔王传 我们有机会通过大雪山下的魔国 窥探那些地底神秘族群的秘密 所以这次传招法会 我觉得可以去一趟 再不济 直接出手从帕吉格桑手里抢回来也行 张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本格萨尔王传 他志在必得 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取 自然没问题 可如果麻烦太大 他都不起 哪怕当恶人出手抢夺 他也得干 杨欣欣却说道 帕吉家让我们前去 看来也是被逼到绝路了 驱虎吞狼是无奈之举 他们必定会防我们一手 不过 无论是格萨尔王传 郑文 还是大雪山之下的秘密 我认为都具有足够高的价值 他望向张义 哥哥 你认为现在的你 如果遇到了物骨深渊的 名符守门人 或者秦岭之下的白衣童子 你有几成胜算 张义沉默了足足20秒钟 最后 他才一脸郁闷地说道 我全力逃跑的话 他们也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抓住我 说不定有机会逃走 说不定 无论是身着黑甲的 名符守门人 还是蛇手人身的白龙子 对他们出手的时候 都没有使用权力 他们似乎受到某种限制 而无法离开自己所在的区域 因此 张义等人类一谱西龙 才能逃走 否则就凭对方的实力 张义等人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杨欣欣说道 既然如此 有些时候 一味的退缩是无用的 如果危机早晚都会到来 让自己不断变强 才是应对一切危机 最好的方法 张义双手抱胸 被靠着强 想到了自己 曾经一次次的经历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每一次选择 都尤为重要 错了 可能就误了一声 张义淡淡一笑 你说的对啊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雪域高原 应该是最合适我去的地方了 毕竟 就算地下的魔国势力 仍然存在 但是两千多年以前 就被人类英雄镇压的族群 又能有多强大 张义如此安慰着自己 心中轻叹 希望末世之后 他们没有出现过于强大的个体 又或者 我可以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地下神秘族群 会出现力量超然的存在 张义与杨欣欣 仔细商议了一番 这一次前往雪域高原 仍旧是家中的人全部前往 只留下青蛙在家里负责养殖场即可 反正真的出了什么事 回来也用不了多久 只不过 只有几个战斗人员现身 而其他人则是隐藏在暗处 轻易不现身 并且这次过去 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只有把自己隐藏在黑暗当中 观察在阳光下的对手 才可以占尽优势 帕吉格桑没有理由透露 关于张义等人的情报 那么到时候 张义突然暴露实力 就会杀其他家族的人一个措手不及 毕竟 雪域高原那位天兽的伊普希龙 实力到底有多强 张义也不清楚 只是根据帕吉格桑的说法 他在雪域高原如同神灵一般 一出手便能轻易横扫任何对手 商议完毕之后 张义调出随身智能系统 让他联络帕吉格桑 我其中看到几个疑点 第一 杨思雅是杨密本名吗 第二 男生耸肩我可以理解 但女生耸肩我就不理解 此时的帕吉格桑整日忧心忡忡 末世之后 暴雪降临 整个雪域高原对外的交通都异常困难 上一次圣经之行 他趁机转移了一部分的资产 但是为了不引起其他家族的怀疑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死心 大部分的产业 私兵仍然留在雪域 可是 这种做法当然会被发现 现如今 随着传招法会的来临 亚舍朗台家族 给他们帕吉家的压迫力更强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传招法会的庄严性 心存一丝对密宗的敬畏 帕吉格桑甚至都觉得 亚舍朗台家族随时会对他们出手 可即便不是现在 那一天只是早早晚晚的事情 他要么请外援 要么逃走 要么 等死 投降是不可能的 亚舍朗台家族 不会容许在雪域拥有极高影响力的 帕吉格桑活下去 正在烦心的时候 张义的通讯来了 帕吉格桑见状 立刻给自己忠诚的贴身侍卫 索朗德吉下令 禀退所有人 铁塔一般的壮汉索朗德吉点了点头 然后一招手 立刻把豪华房间里的侍女们都带了出去 然后换来全副武装的私兵 严防死守每一个角落 帕吉格桑这才接通 张义等得有些不耐 帕吉格桑一脸讨好的说道 抱歉 混沌阁下 实在是与您的通话非常重要 我必须得秉退所有人 张义淡淡地说道 我明白 你谨慎一些是对的 我问你 如今你手下的人里面 有几个人知道 你跟我联络过的 帕吉格桑收敛起脸上的笑容 认真地说道 离开圣经之后 每一次我与你的联络都非常秘密 没有告诉任何人 至于在圣经 我宴请过了每一个大区的代表 很难有人猜到阁下的头上 张义吃笑了一声 防人之心不可无 谁知道你的手下 有没有其他家族的卧底 帕吉格桑文言 后背不禁有些发凉 我身边的那些护卫 侍女都是最忠诚的 他们家几代都是帕吉家的人 底细清白 张义说道 那些都不重要 你还信这个 每个人都有标价 价格给到位了 都可以背叛 所以我不信这个 帕吉格桑言语一致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心中暗道 照你这个意思 这世界上 岂不是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 实际上 帕吉格桑对自己身边人的控制 非常严格 信息化时代 无论是传递情报出去 还是暗地里接触什么人 都太容易检查出来了 张义说道 还是谈一谈 关于魔国的事情吧 张义眯起了眼睛 我对那个玩意 还是挺感兴趣的 想过去瞧瞧 帕吉格桑心中大喜 辛苦讨好了张义那么久 终于从对方的口中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帕吉格桑的心中 生起了希望 或许 他可以在西南大区 好好地活下去 甚至有机会 推翻亚舍朗台家族 拿回西南大区的主导权 帕吉格桑咽了口唾沫 您想了解的东西 我一定知无不言 只要您能够帮助我们帕吉家 在这里生存下去 张义淡淡地说道 那就要看我可以 从你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了 我这个人 向来拿钱办事 帕吉格桑说道 你放心 只要你能够帮我成功 夺取大雪山下的魔国宝藏 你的收获 绝对比想象中大得多 张义发出了一声吃笑 那就这么说好了 传说中封印于 大雪山之下的魔国入口 已经两千多年 没有开启过了 张义只是觉得 他疑似地下神秘文明 可能存在着类似 神之源 或者祭礼之灵的物质 所以才打算过去看一看 如果到时候 他发现没有那些东西 可是会扭头就走 二人商量好了日子 距离传招法会的召开 已经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 根据帕吉格桑所说 如今在雪域高原上 四家势力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敏感 亚瑟朗台家族 在拉拢其余两家 对帕吉家进行围堵 不过其他两家 夏扎家族 以及拉敏家族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荡枪使 更何况在雪域高原 还存在着一伙 不愿意归顺桑家四十八的乱民 一直都在给雪域高原制造混乱 张义等人 此行打算隐藏身份 刚好以雇佣兵的名义前去 毕竟各方势力 最近都在招兵买马 雇佣兵频繁出没于各方 已经见怪不怪 张义决定过几日前去 毕竟家里面 还需要安排一些事情 二人约定好了时间 便结束了通讯 随即 张义把庇护所里的 所有人都喊了过来 告知他们 即将前往雪域高原的事情 众人听完之后 脸上都露出好奇 或者期待的神色 雪域高原 那不是西南大区的地盘吗 那个地方 一直有着无数神秘的传说 让人心生向往 杨思雅一脸期待地说道 或者 我们可以去桑家四拜神 祈祷冰河纪元的结束 不远处 她的堂妹杨欣欣 却毫不客气地说道 雪域神秘 但并不是一个祥和的地方 自古以来 那里都有许多恐怖的传说 尤其是密宗的一些传统习俗 怕是你见到之后 能吐出来 张义贪了贪手 这一次前往雪域高原 与前往圣经不同 我们是受邀前去 而且有目的的 与帕吉格桑之间的事 目前为止 张义只和杨欣欣详谈过 其他人并不了解详情 不过今天 张义还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每一个人都说了一遍 听闻其中 既然涉及到如此复杂的权力斗争 大家伙也是收敛起轻松的表情 原来这是西南大区的权力之争 不过那大雪山之下 真的有宝藏吗 若是那样的话 我们抢占先机 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说不定可以获取到惊人的财富 周可尔冷静地分析道 张义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情 我考虑了很久 漠视已至 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 更加危险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和你们一辈子 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 但眼下 我们显然还没有足够安全的生活条件 张义搓了搓手背 认真的盯着每一个人 所以 诸位不可懈怠 努力变强 然后大 家一起好好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